据德国财政部在12月29日的记者会上宣布 截至12月初 德国已冻结价值约41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 目前 欧美国家企图没收俄罗斯资产向第三国提供支持 这是美元滥用其货币地位的又一例证 早些时候 俄罗斯表示 德国要求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呼吁将包括俄罗斯的回应 俄罗斯也有德国可用的资源 对此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 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 冻结或没收俄罗斯资产将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许多后果 例如经济去美元化 根据该经济学家的说法 这一举措将对美国经济体系产生反作用 可能将会成为当前美元主导的经济体系的灾难 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因为没收资产将使人们有理由怀疑美元 尤其是在许多将包括黄金 美债等外储转化为美元 并将其托付在美国手中的国家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 一见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据全球顶级的对冲基金经理 Crispin Oddy 在12月29日更新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美国当局可能很快会没收黄金 禁止私人持有实物黄金 只允许持有美财政部发行的金币和银币 因为 随着美国债务飙升后 管控风险的增加 美国可能会试图将黄金数字货币化 这在美国历史上有过先例的背景下将变得更加明确 我们查询到 先前美国没收民众黄金的事件发生在1933年 当时出于种种原因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了一份臭名昭著的行政命令 长话短说 美国人被要求上交他们的黄金作为回报 他们将在银行存入一笔存款 而按现在的市场消息来看 显然美国民众有了这种担忧 比如 美国人正在抢购和囤积 由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金币和美国堪萨斯州在一周前更新提出的 一项提案正式承认黄金为法定货币 并使其与美元相提并论就是两个最生动的例证 据美国金融网站林对冲在12月27日报道称 在11月 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通过一项健全的货币提案所取得成功的基础上 美国的堪萨斯州也在12月22日签署了一项修正法案取消黄金的交易税 以鼓励黄金可以用作货币 与美元并价齐驱 而不仅仅是收藏品 报道称 近段时间还包括加利福尼亚州 明尼苏达州 缅因州 新泽西州 佛蒙特州和阿肯色州州也开始宣布使黄金成为独立性的法定货币 这也意味着美国已经有28个州正式宣布在货币上独立于美元 怀疑美元还能否继续充当长期财富储存的功能 很明显 现在美国经济的宏观环境就是货币化债务 特别是自今年11月以来 美国已经四个州几乎同时宣布在货币上独立 对美元不信任的速度明显加快 出乎华尔街的预料之外 而迄今为止 美国已经有45个州取消了购买黄金的全部税收 并正走在货币上独立于美元的道路上 这一切更让全球多国存在美国黄金的安全性再度移云四起 据美国在线金融资讯媒体公司Insider在12月23日报道称 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景顺 在12月初更新发布的对超过135家的主权机构投资者和全球央行在内进行的 一项调查结果表明 约75%的受访者预计将会把他们存在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等海外金库中的黄金 提前遣返回国 他们更喜欢的是实物黄金 而不是其衍生品或ETF 这一比例高于2020年的50% 对此按First Mining Gold董事长在12月28日发表的一份行业报告中的解释就是 我确信在美国债务海啸飙升和地区性事件持续的市场环境下 当世界真正需要解决美国接近34万亿债务赤字风险时 金融市场可能会与黄金挂钩 这似乎也解释了多国央行为何会从2022年开始要加速清算美债置换黄金 以及加速要从美国运回属于自己国家黄金的部分背后原因了 因为他们可能知道几年后世界市场会发生什么 而黄金相对于美元和美债来说 它的美力和价值在于它永远不会出现价值损失或违约 近半个世纪以来 世界各地的人们习惯将美元称为美金 这从侧面反映了美元强盛时的信用价值 但当1971年8月美国以没有足够多的黄金储备来支持其金本位时 突然向全世界宣布单方面关闭了美元直接兑换黄金的窗口 这表明美国实质上已经出现违约 自从那时起 美元发行的锚定对象从黄金变成了美债 以至于现在的美元相对黄金来说 更是已经失去了97%的购买力 所以 仅从这一点来说 美元与黄金脱钩本身就在说明美元的价值和信用在丧失 这表明 美元是有保质期的 美元并不是金 真正的金是黄金 这无疑会持续削弱美国靠一张张绿纸输出通胀风险和收割助币税的能力 并促使海外美债持有者加速清算美债以置换黄金等战略资源的进程 这在瑞士将瑞信的部分债券直接清零及美国经济面临鸣斯基时刻的风险 使得美国信用环境更快速萎缩的环境下料将会变得更加明确 高盛在12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2024年1月 美国联邦关门的风险可能会更高 美国债务上线闹剧将重演 目前 国会两党在拟易支出水平上仍存在1200亿美元的差距 并表示 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外国央行是否会背离美元或持续清算美债 华尔街预言家彼得西夫在12月29日更新发表的报告中 进一步分析称 全球央行从去年开始出现的创下55年高位纪录的黄金购买行为 就是努力削减美债敞口 新尝试的一部分 且美国债务违约风险激增和美国频繁滥用其货币地位的背景后 料将会再爆发一场更大的银行业危机和经济衰退 所以 仅从这个角度来看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 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行为 可能将会成为压垮投资者对欧美金融系统 信心的一根稻草 且这种崩塌的进程 可能将会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发展的 叠加美联储继续维持高利率的行为 终将会反噬美国经济 而对美国金融市场来说 这套组合 就是一颗正式引爆美国金融债务的定时核弹 很有可能会加快全球央行抛售美国资产的进程 投资者可能准备随时按下卖出键 结合美国此前发生过两次技术性违约的历史经验 至少可能将会使36万亿美元的国际资金会 在数年内从美国市场中撤离 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国债 美国楼市和美国银行存款等标志性的资产 这种影响就是美国财政部 试图在想展期到期的债务时 可能会很难再找到基石级别的长期新的美债买家 感谢观看